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这许多的苦难 我们格外想到圣经上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因此我们就一同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为这一块我们所爱的土地 我们的国家和位在苦难当中的 这些受难的人 我们同心祷告 主耶稣我们真的相信你圣经上的话 你说你是避难所 你没有说我们一生成为你的儿女 无风无浪 有风有浪 有困难 但是你是避难所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在苦难当中 你会给我们力量去面对风雨 并且你应许我们 你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主啊 此刻 我们特别为在这个灾难当中 受灾受难的许多人 主啊 我们求你是恩 主啊 你伸手把他们救拔出来 主啊 也保守他们的家人 一家一家 在家中遇到这样的事 求你格外有一个安慰 尽到人的心中 主 我们在你面前承认 人说什么都没有力量 但是出于你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求你 你的话 尽到他们的心中 让他们知道 你真的是避难所 你真的是力量 你真的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主啊 我求你是恩 为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为我们的国家 主啊 为我们的百姓 为苦难当中的人 越是在苦难的时候 主啊 真的好像 我们常常听到的 那个遇到的故事 在沙滩上的脚印 主 我求你自己是恩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求你把他们抱起来 抱着他们 走过那一段 最困难的人生的路 主 求你是恩 我们也为教会祷告 为基督徒祷告 在这个苦难的时刻 让教会知道怎么样 起来活出基督的爱来 让基督徒在这个困难的时刻 起来向周围的人 成为那个祝福的源头 但愿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基督徒 都成为使别人得到祝福的人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越是显出在黑暗当中 教会要好像明光照耀 恩待我们 谢谢主 阿爸父我们仍然说 我相信你的恩典够用 我相信你有足够的爱和恩典 把在苦难当中的人 就拔出来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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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